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现在是刚从上海回家嘛 我是浙江人 然后就是可能年纪也不小了 然后家里就开始催 催婚催相亲 多大了 就是这样的 到25没有 就是25 我轻声我都能听出来 散发着25青春的气息 然后呢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 我可能有点不太配 不太配为啥呢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可以 比如说我想工作就工作 不想工作就可以不工作 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一个状态 我就会觉得 对如果说去相亲啥的 就是可能给自己也伤很大的压力 而且现在就处于一个 没有工作的一个状态下 但是家里又催得非常着急 我就有这个顾虑 而且我不想找一个 这只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而已 它不是顾虑 你有啥顾虑啊 对吧 就是因为 因为我是想的比较明白的那种 我觉得相亲嘛 大家肯定 我不可能通过你的五官看到你内在 你现实没有走 走马路上没有五官 你就要为啥啥的人吗 就还得相亲吗 对我不爱出门 不爱出门 对 就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就是我现实 我现实就乐着坐公交车 我买跑车干啥 你不爱出门 你长那么好看干啥呀 这个是 看看他脸红了 对 这个 对对对 有一个评论器说的 他没有 没有问题 他说觉得我硬实力不行 我就觉得 自己可能就是没有这个 那你这样的 你既然问我了 你是想让我帮你 帮你想个办法对付家里面 还是说想个办法解决你自己 想个办法应付一下家里人 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家里人非常着急嘛 希望我去找一个 相亲啊 或者说什么方面都可以 但是我觉得 我一没工作 就是又没有收入啥的 你说文化水平吧 也不是那么高 我就觉得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 我挺满足现在的状态的 嗯嗯嗯嗯 然后那如果相亲的话 那肯定就是想着没有车没有房 那我在家好好的 我待着 家里什么都有 我就不希望去降低我的生活水平 嗯 但是我觉得有车有房吧 我可能自己又不那么配 因为我自己又没有 就是这种 这是很矛盾的 你的问题其实是俩问题 一听就是你俩 你俩问题构成你现在这个矛盾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说家里面 第二个问题是你对 就是别说相亲了 就你对 你对成家或者是处男朋友 你不期待 你不向往 这个是很恐怖的 我跟你讲 首先正常你作为一个人来讲 你就活到这么大 家里不催的情况下 你已经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纪了 当然虽然家里一直这么说 其实会让你很反感 但是因为你还没开始嘛 对不对 你就等于说 到你这到你这岁数都应该长到一米七的个了 你长不着 长不上怎么办 天天让你蹦着走 有的家长确实是这么 就是这么去教导孩子的 你不打篮球 硬着头皮 不打篮球 要不你不长个 你现在那个情况跟那个时候很像 首先你要办一个正确的东西 就比如说你说 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我想看电影 看电影 我想窝在家里就窝在家里 我想出去我就出去 想吃什么吃什么 这个东西两个人如果在一起的话 这个快乐应该乘以二才对 而不是说多一个人以后 你这事都干不了了 你要知道 你只能说你幻想的那种 就未来我找个男朋友 哎呀我可能我想宅在家里又不行啊 我想出去上哪去不行 那说明那个人不对 因为正常只要人是对的话 如果就是我们像说像电影里面 看的那种自由谈恋爱或者怎么 他应该你这你这种快乐 应该至少乘以二 因为啥 你有你这方面的快乐 他有他这方面快乐 你们两个而且互相还能 还能彼此接受对方喜欢的这些东西 这应该是乘以二的 而在你这至少都已经除以二 甚至除以四了 就两个人在一起 你觉得啊 这个麻烦 那个不行啊 这是因为什么 这是因为你没有碰见正确的人 你甚至连门都不出 你这是个死循环 就家里不催你现在有这个问题 你不要说啊 怎么应付家里 好像你没问题 你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所以你要清楚 是由于你先有问题 你家里头才有问题 你家里面就绝对有问题 催着你这么去干 你可以回过头来跟家里面说 我不知道我跟你说了以后 你能不能记住 你跟你家里面说 按照他们现在给你这个压力 去相信也好 什么也好 很容易发生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点 在你自己不足够优秀的时候 你碰见真的心动的 或者是你真的心里面喜欢的那种 可能会存在世俗意义上来讲的 你高攀了 你就正常的爱 你只是喜欢那男的 这男挺优秀 他不优秀 你不能不喜欢 你不能喜欢吗 但是如果你喜欢那个优秀 他你暂时实力不如 跟他如果差距太大的话 家里催着你找 你硬要找的话 你高攀完了以后 你变什么 你就变成绿茶了 就别人眼里面说 这女的 这真是 老女啊 这是 对吧 你看那男的那个条件 多好乍地 因为你还不足够优秀 如果要是急着去找 第一个问题 你碰见喜欢的了 会这样 那如果他催着你去找 你碰见不喜欢的呢 你会把你人生当中最宝贵的25岁到35岁这个年华 至少奉献给一半 给这个男的 情况好 不留孩子 情况不好的话 你俩在不相爱的基础上 还得带一个孩子 你带个孩子 你再去找更难了 明白 就是说你 咱们现在说 你现在这个年龄去找 找个喜欢的人 说你高攀 说你是捞女 因为你现在 我说不好听的妹子 你狗屁不是 要班没班 要理想没理想 对吧 你这得接受吧 对不对 那你要找个喜欢的 别人认为你是捞女 因为你啥能都没有 你就仗着一副 可看的皮囊 你要找个不喜欢的 或者是暂时喜欢 未来不喜欢的 那就很有可能 你把青春 最好青春就扔给他了 等你30岁 再找356岁的男的的时候 那男的说没结过婚 各方面都优秀 可能他能当到35 对吧 那你就很难了 你到时候就要不是 选择给人当后妈 要不然就带着你的孩子 同时给人家当后妈 你妥协着过一生 男的把他的孩子 作为第一顺位 你把你孩子作为第一顺位 当你俩 你俩牵起彼此 彼此的这个 这只手的时候 都是啥 都心里面各怀鬼胎 要不就那么过 对吧 就是 就是非常难受的一点 就是家里不是催的 特别着急吗 因为我自己确实 没有什么 内在 然后 然后夸张到 我有 我有想跟我那种 就是gay的朋友 去说 因为他们那个圈子 我都行婚 我都想到这种 那个没有意义 零况去 你没有那个意义 你现在 你现在就是 你要意识到一点 就是怎么能理解你父母 就是没有你父母催 就不管你 你也该意识起来了 你确实是 在找之前 该出去行动 卖出一只脚了 你比如说找了 就不找的话 你得让自己变得优秀起来 你不能挥霍青春 你现在是一个25岁的无业 无业青春美少女 没错 等你到30的时候 你在无业 你就是家庭卤妇了 你找个对象 那就两回事了 明白吧 所以说你不管找也不找 家里催不催 你首先你现在得迈出门去了 你得拓展你的社交圈 你得让自己变得优秀起来 哪管有一天 变成一个有理想的穷鬼 也好过 做一个就是连理想都没有的 在家里面的宅女 没错吧 对吧 你可以为理想而问 不可以还没成功 那就起码你眼睛流光啊 你现在天天 葛家里面看电视剧 碎蓬头过面的 说白的照片 那都是属于 一个月就画那一次妆 照照照相 一年留一张照相 拿了当头像 那平时妆都不画 眼睛出 涂没干啦的 对不对 平时妆也不画 门也不出的 葛家里面 贵的就管光光吃外卖 那讲话上回上来 卖的小的时候 一股屋里门一开 一股死人味 窗户都不开 吃一股外卖和了味 那能好吗 就是你觉得 还是应该 往外走一走 不要享受 现在的生活 你先只要往外走 你记住 你若盛开 蝴蝶自来 你越乐臭 周边全苍蝇 不知道能不能听懂 对吧 你得出去了以后 你眼里有光 为了你自己的这个目标 不是说 我要成女总裁 这太扯了 你说我的理想目标 就是成为一个 我要干一个不加班的工作 而且这工作挺轻松 那一个月就算成1500%我乐意 这也可以是你的目标 你朝这去走 你的人就是闪光的 对不对 就是最好不要像我现在这样 没有什么物欲 就没有什么欲望 对 还是要有点追求 对 如果你父母要是看到这段 我建议父母直接给你断粮 我让你给家 给家窝子 没有没有 因为我之前有存款 你25之前有存款 对 因为我出社会比较早 我之前是做摄影的 是拍照的 还是被拍照的 我是拍的 我是做婚礼摄影的 扛个摄像头 扛个摄像机 对的 所以我就是身体不太好 我腰有伤 所以现在回家了 要换工作 不知道做啥呢 现在就躺着 腰有什么伤啊 就是咱说正常贵的 往下压那个平板成功的话 这腰后面能踏去吗 就是我是医院拍片 拍出来突出了三截 我记得是 25岁先干腰间盘了 腰间盘突出了 是前两年的事了 23干腰突了 是的 你是不是身边谎暴了 23干腰突了 没骗人 真的是这样子 我23的时候讲话了 我今年都40了 我23的时候 我跟我妈能玩三胸 你这23的 该摇屠了 你抓紧 现在就想着 就很矛盾嘛 因为 就觉得现在生活 那不行 还得是找个那啥 还得是找个班上 找个班上 去吧 好吧 加油吧 记得加女分群去 那